說不能在此消滅敵人 那便是與自己為敵 遊戲玩家《尋夢者》 當前排名第十九位 排行榜首的玩家目前是藍星萊克 真厲害啊 換作是我這樣的量產型機器人 即便被安裝了強化打遊戲性能的程序 也無法取得如此的成績 聽你們這麼說 我都有些難為情了 歸根結底 還是這款新遊戲飛向歐夏本身很有趣 我才有動力不斷嘗試突破紀錄 所以徐夢者 那件事情你想好了嗎 要不要來參加 由歐夏別回頭看工作室 和八維無限集團聯合舉辦的第一屆 飛向歐夏邀請賽 飛向歐夏邀請賽 我這種普通玩家 也能成為參賽選手嗎 當然了 每一位熱愛遊戲的玩家 都是遊戲中的主角 都有書寫自己故事的機會 所以 拜託了徐夢者 請你拿下飛向歐夏邀請賽的冠軍吧 這話題為你也太跳躍了吧 徐夢者 你有所不知 為了開發飛向歐夏 別回頭看工作室 背負上了巨額債務 最後 還是在八維無限集團的幫助下 才完成了開發工作 雖然飛向歐夏最後順利大賣 但還完債務後 也就沒剩下多少資金了 開發遊戲還真是不容易啊 是啊 不過好消息是 集團願意在本次邀請賽的冠軍誕生後 出資幫助工作室建一座主題遊戲廳 我並不認為這是好消息 雖然第一個擊敗最終首領的人 將會成為冠軍 可是這次邀請賽中 集團特地給飛向歐夏 加入了全新的可下載內容 而聽測試人員說 其中新加入的最終首領 根本無法戰勝 如果戰勝不了最終首領 自然也不會有冠軍誕生 也許對於一般的玩家而言 最終首領的確不可戰勝 但現在 站在我們面前的是 飛向歐夏邀請賽 冉冉升起的新星 尋夢者 他的天賦無人能及 他的實力有目共睹 他一定能戰勝最終的首領 成為飛向歐夏邀請賽的總冠軍 原來是為了別回頭看工作室 能順利建設好主題遊戲廳 你們才這麼急切地想要我參賽啊 安逸的話術 果然毫無懸念地被看穿了 嗯 我說的都是真心話了 而且 作為歐夏遊戲界的老牌工作室 別回頭看製作的遊戲 給大家帶來過無數的快樂與感動 那些在遊戲中經歷的故事 是許多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回憶 正是想讓大家在疲憊的生活中 也能擁有一個地方去找回這份回憶與感動 別回頭看才想開這樣一家遊戲廳 雖然我只是一個機器人 但我也能感受到這對大家來說很重要 所以 求求你尋夢者 成為飛向歐夏邀請賽的冠軍吧 好難拒絕的陣仗啊 那好 我就答應你們吧 畢竟我對邀請賽也很感興趣 欸 居然成功說服了嗎 我也算是工作室旗下作品的老玩家 即使是虛擬的經歷 也給了我勇氣與信心 我們也有著成為故事中的人的機會 不過是通關一場遊戲而已 這又何難 在萬眾矚目的賽場上 我會成為故事的主角 不 不愧是我們看好的尋夢者 說得太好了 既然如此 遊戲玩家尋夢者 歡迎您加入飛向歐夏邀請賽 每次未來 我都沒想到 她的眼神 你都沒想到 後來 有點陰性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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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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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